以前怎么没发现 太医张三封里还有这样一个 让人恨不起来的反派 年少不是董天宝 独懂已不再少年 1993年恐怕没有人能想到 钱小豪的一部场 直接喊出了自己 影艺事业的巅峰 董天宝一绝 也成为了荧幕上 经典的坏人之一 在电影中的表现 更是力压主角李连杰 以至于当时的电影上映后 不少人认为准备天宝 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 但相比李连杰的一帆风顺 钱小豪的影艺者 却是一波三折 1963年 钱小豪在香港出生 他还有一个弟弟 无免替身之王 钱家乐 在钱小豪小的时候 武侠电影《独臂刀》 封闭全国 而独臂大侠也成了他的偶像 于是 十岁的钱小豪拜师学武 十四岁时 钱小豪报名功夫一台赛 最终凭借过人的功夫 一举掌握了舞台 自此被大导演张策看中 并收他为官门弟子 还让他出演了电影 《少林与武当》 《雷狐外传》 虽然当了主演 但钱小豪并没有走风 之后邵氏电影开始衰败 张策导演也退出了舞台 钱小豪的演艺生涯 便陷入了无戏可拍的状态 直到1984年 钱小豪遇到了 他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 洪金宝 作为香港影团公内的大哥大 洪金宝看出了钱小豪的身手 邀请他加入了洪加班 两人也是一见入铺 很快洪金宝便安排他 与林郑英 徐冠英搭档 主演了电影《江石先生》 当年这个电影在香港大卖 钱小豪也凭借此片成功走红 同时他也与林郑英 开启了一段流传至今的 在电影中除了钱小豪 跟林郑英的对手戏 波局看点外 那段与女鬼缠绵的感情戏 也是一大亮点 虽然《江石先生》 恐讨了钱小豪 但他的戏也被限制 因为所有导演找到拍的 几乎都是《江石片》 1986年 江河筹拍了一部 恐怖奇幻电影 袁振侠与魏斯里 并让钱小豪饰演男一号 袁振侠 周润发给他做配角 再加上胡慧中和张曼玉的陪衬 足以证明钱小豪当时的人气之高 可惜如此豪华的阵容 却没换来预期的好成绩 最后的电影票房只有1000万 这次票房扑开 也让钱小豪陷入自我怀疑 直到1993年 李连杰的正宗电影公司 筹牌《太极张三丰》 袁振侠导演找他出演 大反派董天宝 这才让他走出了《江石片》的困扰 在《太极张三丰》中 钱小豪的表现尤为出色 从小喜舞的他 吴达西丝毫不输功夫皇帝李连杰 演技方面更是一流 他把心狠手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董天宝 诠释得淋漓尽致 虽然董天宝是个反派角色 但观众却对他恨不起来 如果说张军宝是理想主义 那么董天宝就是现实主义 这个角色更像是 努力拼搏的普通人 为了自己的前途 不惜放弃尊严去讨好上司 而他的目的 也只是想要出人投地 只可惜 在获得权力的同时 也逐渐迷失了自我 害死了很多人 但功成名就的董天宝 没有忘记兄弟 他想和张军宝一起打天下 但张军宝生性善良 不看中名利 自然不会接受天宝的拉拢 至此 两兄弟彻底决裂 相比张军宝这种 传统的正派男主 形象立体丰满的董天宝 似乎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这次的合作 也让李连杰记住了钱小豪 1994年 李连杰再次找到合作 拍摄动作电影《星舞英雄》 而电影中 钱小豪与李连杰的这段精彩对战 更是在油管上 近9000万国防 令一众外国人叹为观直 为了追求真实的武打效果 钱小豪坚持不用替身 硬扛李连杰的单手不递倒踢脚 还要求李连杰使出全力 最后自己被踢得头云眼花 险些骨折 放到现在 已经没几个演员赶在了半年 93年的太极张三丰 与94年的京舞英雄 最后都被国际评为 世界电影史上 十九最伟大的公主片之一 太极张三丰的成功 也让钱小豪 被更多的内地观众所承知 而他说出的那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 也成了近几年的网络热梗 导演成家上曾说过 钱小豪生不逢时 明明一身武艺 和李连杰对戏的国陋下风 却偏偏没有好运气 在他演艺生涯最辉煌的时候 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导致身败名裂 从主演变成了配角 配角又变成了龙套 直到2013年 受到麦君龙的邀请 钱小豪再次出演僵尸片 与以往僵尸片的轻松幽默不同 这部僵尸片 整体极调昏黄沉重 僵尸在哀悼 当年圣级一时的僵尸文化 而这次电影的拍摄 也让钱小豪充实自信 所以他开始主演 各种各样的网络剧 也让成为了新一代 僵尸道长的形象代言人 我愿化作为了新一代 人和妖是不能在一起 会遭天打雷劈的 人和鬼是不可以在一起 你们缠着他 你害他 你走吧 师父 我好想 我好想 动关钱小豪的演艺生涯 虽然电影拍了不少 但真正让观众印象深刻的 也就只有这部太极招三封 因为董天宝这个角色 更像是他的整个演艺生涯 也是钱小豪中文和演技的最好体现